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跟進水客方面的情況,昨天政府出了新聞稿說坦州確診的女人是一個水客,根據她最新行動規矩,她一日最高可以走到五轉出入境, 而她是拿著探親證來做水客,按照現在她公佈的資訊來看,即是說澳門人除了打工給勞工搶飯碗之外,我們是連做水客都會被人搶一份飯碗,政府方面就說正是會罰她做一個一年禁出入境,我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其他罰款, 因為她亦牽涉影響到澳門防疫,這一點應該是要罰她錢或有更大的儲罰才能起到一個叫阻嚇作用,若不是只是禁入境一年對她們來說可能等於放過假。 根據現在最新消息,澳門日報說,自安警察局一直密切關注通關人士的出入境情況,特別會針對出入境次數以上的人士,近期已對三十多名入境後,行為明顯偏離給予許可目的非居民,依發展開禁入境的程序。 自安警察局亦都說會持續高度關注及加強入境審查,如果發現非居民懷疑從事水下活動,經過調查明顯偏離入境目的的人便會依發開展禁止入境的程序。 如果是澳門居民的話,將會將這些個案而交給澳門海關根據相關法律跟進處理。 另外,她們亦都說為了減低疫情傳播風險,大家都是如非必要,就減少出入境,減低現在的風險。 其實照現在的資訊這樣看,其實一天出入境多次是很容易看得到的。 如果你是說你送小朋友上學,那基本上你一定是澳門人,你一定是在大陸住的,你每天出入境次數都是這樣。 而其實澳門來說,真的有很多人是拿著探親證甚至勞工證是天天出入走水貨,甚至有些人是為了走水貨去買探親證又或者勞工證。 而其實政府方面要查應該都是很簡單的查得到,因為你只要查一查出入境記錄,就知道她一天出入境幾多次了,這些是有數據的。 而我們澳門這邊經常都說防疫,那到底現在的水客經濟會不會為澳門帶來防疫破口呢? 現在都可以看得到,競爭有多激烈,就連走水貨都是有外地人來跟澳門人爭的。 即是說現在賺食都真是艱難。 好了,就算不是防疫破口也好,政府方面亦都說會用天眼去打擊這些走水貨活動。 但是不知道到時的實際效果會是怎樣呢? 好了,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在下面留言吧! 今集我們就先看到這裏吧! 看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,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 拜拜!